缘标题 吕智从深宫放出了一个宫女 多年后 变成汉朝第二个吕智刘邦去世之后 汉惠帝刘颖软弱无能 吕太后掌握大权操纵朝政 吕太后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一方面在宫中大刺 自残害刘邦生前宠爱的妃嫔 另一方面屠露朝堂功臣和刘氏踪心 吕后雷厉手段 致政聪慧 对王公贵族和臣子们 讲究恩威定师 在其专制统治下群臣威服 零一有一次 吕太后突然想到个好主意 将后宫中刘邦遗留下来的宫女 赏赐给朝堂臣子和王公贵族们 每人分五名宫女 对于宫女来说 很多人不愿意劳死宫中 愿意出宫去寻个好人家嫁了 对于王公贵旗 突然的太后赏赐美女自然喜不胜收 此计可谓一箭双雕 因此 消息一出 立刻在朝野上下引起轰动 一时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 实际记载 吕太后时 斗姬以良家子入宫室太后 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 斗人 斗姬与在行中 当时吕太后身边有一个宫女斗士 出身低违 是个寻常人家的姑娘 一直在吕太后身边伺候 做事谨小慎微不曾出错 吕太后对她甚是赏识 不忍其大好时光浪费在宫中 所以 也将其放在这次赏赐的队伍序列中 斗士亲吻吕太后恩典 不经心花怒放 心想 我老家在赵国的清和观金 如果能找个赵国的官患人家就好了 斗士长期在吕太后身边 侍奉左右 自然见过大场面 在宫中也积累了些人脉 斗士很快打听到了 主管这次宫女外放的宦官 运给那个宦官送了点好处大件 叮嘱主寺宦官道 我老家是赵国的 这次外放 一定要把我放在去赵国的名册里面 主寺宦官高兴的门口答应 我办事 你放心 展开全文02 但是这位主寺宦官只顾着收礼 很快就把斗士所托之事 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后主寺宦官将其放到了去代国的队伍中 宦官将名册定好上 报之后 同意的诏书下达很快便下达了 斗士天天望眼欲穿 等待着被外放赵国的消息传来 然而当指一传来斗士才知道 自己竟被分到了去代国的队伍中 斗士大师所望 对主寺宦官恨的咬牙切齿 在宫中一哭二闹三上吊 几次通知他出发去代国 他都不肯走 但是即使他这么闹 一切已成定局 他在做什么都已无济于事 太监们几次催促之后 斗士无奈踏上了去代国的路程 实际记载 斗机家在清河 欲如赵进家 请其主险患者里 避止我及赵之物中 患者望之 勿至其其代物中 吉奏 赵可 当行 斗机剃气 怨其患者 不欲望 相强 难恳行 当时的代王刘恒 是汉高祖刘邦生前的 妃子搏击生的儿子 吕后素来厌恶 刘邦生前的妃嫔 所以 他们母子 也是吕后的眼中 钉肉中刺 搏击是刘邦有一次 心血来潮宠性的 事后有孕生下 皇子才封的妃子 所以搏击 算不上刘邦的宠妃 搏击母子 根本不受刘邦待见 刘恒很小的时候 刘邦便将他流放到了饱受匈奴欺凌的苦寒之地代国 吕后掌权之后 没有相对待妻夫人和赵王刘如意 母子一样 对搏击斩尽杀绝 反倒同情 他一直见不到儿子 于是 将其送到代国 让其母子团聚 零三话说 斗士到了代国 被代王刘恒一眼看重 但宛恨宠性了 从此宠冠后宫 得代王荣宠的斗士 先后为代王刘恒生下了两儿一女 在代国的地位逐渐稳固 成为后宫仅次于代王后的二号人物 实际记载 至代代王独姓斗姬 生女嫖 后生两男 公元前一百八十年对斗士而言 可以说是其人生实现第二次飞跃了关键一年 这一年 大汉的实际控制者吕太后去世 大臣陈平 周伯等人 联手刘氏宗亲朱须侯刘章等人 除掉了准备叛乱的朱吕 经过商议决定 拥戴汉高祖刘邦在世的皇子中 最为年长的代王刘恒为皇帝 也就是历史上的汉文帝 斗士摇身一变成为皇帝的妃子 然而斗士的好运气还没完 刘恒继位前后 代王后 以及其所生的四个儿子先后去世 这样一来 斗士所生的皇子刘起 变成了皇长子 自己的四个儿子接连离世 汉文帝刘恒悲观泄气 认为自己德伯不足以君临天下 伯太后一面安慰汉文帝 一面劝说 刘恒应该抓紧立太子 一时间朝堂大臣们 也纷纷上书皇帝 请求极立太子 最终 刘恒勉强的立斗士所生的皇长子 刘起为皇太子 斗士母平子贵被册封为皇后 史记记载 先代王位若立为帝而王后祖 即代王立为帝 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孝文帝立数月 公卿请立太子 而斗姬长南最长 立为太子 零四斗皇后被册封之后 汉文帝准备按着汉朝的理智册封斗士家族 由于斗皇后的父母早已过世 所以 汉文帝只能追风 并重修陵墓 还安排专门的官员负责 为其打扫陵墓 但是汉文帝还觉得不够隆重 于是问斗皇后 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 斗皇后回忆说道 我旧年父母双亡 一个哥哥也已经过世 只有一个弟弟失散多年 也不知身在何处 说吧 斗皇后泪如雨下 彻底打湿了刘恒的心 刘恒当即下诏 寻找斗皇后的弟弟 不久 寻找国舅爷的告示 便张提到了大汉的每一个月线 零五话说 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 在山中烧煤做苦力 这一天大雨倾盆过后 山洪和泥石流爆发 一下子便压垮了苦力们住的宫棚 话说这个小伙子运气确实很好 因为自己年龄小力气薄弱 不受苦力们待见 每天晚上只能睡到宫棚旁边的草垛上 所以躲过一劫 此次事故导致一百多名工人 被压死在宫棚内 吓得矿场的主人不敢在当地待了 便带着这个幸存的年轻人逃到了长安城避难 年轻人第一次到大城市 看着灯红酒绿的广雨高楼 不禁畅想 我要是以后能留在长安过上这种日子 那就好了 但是转念想到 自己和主人随时都有可能被朝廷通缉 脸上又朝云密布 年轻人看到旁边有一个挂滩 于是上前补一下前程 像是为他解挂道 先生这是匹吉泰兰的挂像 不但今后不会有性命之忧 相反近几日 将会成为皇亲国妻得以封侯 青年人对这个结果嗤之以鼻 走在路上越想越好笑 自己又年被人贩子拐卖 在深山老林做工多年 怎么会封侯拜相呢 走着走着 看到大街上贴了告示 陛下为新皇后寻找失散多年的弟弟 青年人看到皇后是关金斗士 回想起 自己年幼时候与姐姐分离 又联想到自己的挂像 于是 大着胆子上书 我就是皇后的弟弟 金照尹听说真有人承认 自己是皇后的弟弟 自然不敢怠慢 立即将其带入魏阳宫 皇帝和斗皇后 亲自接见了他 他当场讲述了 自己当年与姐姐采桑叶 摔着 当年与姐姐分离的情景 斗皇后听后 当场将其搂在怀中 失声痛哭 姐弟俩相认的场面 令在场的人感动得乌不落泪 汉文帝当即下令 斗皇后的弟弟自明为斗广国 封为张武后 追封斗广国的哥哥为侯 斗士近亲族人均有风赏 零六自幼孤苦无依的斗皇后 突然冒出一大家的亲戚 并且斗目黄恩受伤 斗皇后在朝中的势力 一下子膨胀起来 曾经饱受吕氏外戚欺压的大臣们 一下子被刺痛了敏感神经 唯恐吕氏专权的情景重现 大臣们在周伯 官英等人的带领下 向汉文帝上书 请求不要封没有任何文化和功劳的外戚官职 并要派闲士给他们做老师教导他们 汉文帝熬不过大臣 最终对斗皇后近亲的封赏都只得半霸 后来虽然斗广国确实贤能 却也未能出任丞相等要职 实际外戚世家记载 将侯冠将军等约 无数不死 命乃且献死两人 两人所出危 不可不畏则师傅宾客 又副孝吕氏大事也 污氏乃选长者是之又结刑者宇居 斗长君 少君由此未退让君子 不敢以尊贵交人 汉文帝壮年去世 斗太后让儿子留起继承皇位 也就是汉景帝 汉景帝时期 斗士首揽大权 权清朝野 斗太后的小儿子刘武被封为梁王 女儿斗太主炙手可热 斗太后的侄子斗彭祖 封为南匹侯 侄子斗英封为魏其侯 官拜大将军 后来到了汉武帝初年 还出任丞相 家中门客三千 汉景帝并故 斗太后 以汉景帝 以照明正言顺的临朝听政 汉武帝继位后 推行新政 宠信如生 触犯了斗家在朝堂的利益 并与斗太后赌信的黄老学说 发生冲突 这让斗太后非常生气 汉武帝宠臣御使大夫 朝晚 此时又上书请求今后朝政无需再上报斗太后 斗太后震怒之下 发动政变处死了汉武帝的亲信大臣 废除了全部新政 大汉王朝再次重演了外戚专权的惨 举 也许谁都没有想到 当初太监犯了一个小错误 缔造了第二个旅后 幸运的是 老太太奉行黄老之血 手段没那么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